大家好 中国语听力训练现在开始 每道题听读两遍后 请判断一下你听到的内容和提供的句子内容是否相同 如果相同就打个对号 不相同就打个差号 每个文章是2个笔用听读作文章由壽后 有笔者的篅定器训续笔取 sel亙的文章和 expected 文章的关系的中心理平均一致没开始 1 recognize いかчит 语ленwa 字要计込 Stevens B 昨天去机场的路上 我买了一张报纸在车上看了 A 你要出国 是的 坐明天下午的飞机去广州 再听一遍 A 这些报纸是哪来的 B 昨天去机场的路上 我买了一张报纸在车上看了 A 你要出国 B 是的 坐明天下午的飞机去广州 请判断一下 B 明天下午去广州 对吗 对了 第二题 A 吃了这个药觉得好些了吗 B 好多了 我想明天就能上班 A 不着急 多休几天吧 B 没问题 现在基本回复正常了 再听一遍 A 让B 好多了 A 你吃了这个药觉得好些了吗 A 你吃了这个药觉得好些了吗 B 好多了 我想明天就去上班 我想明天就去上班 A 不着急 多休几天吧 B 没问题 现在基本回复正常了 请判断一下 A 让B 好好养病 A 让B 好好养病 对吧 因为他要他多休几天 第三题 A 这是你的办公室吗 B 是的好漂亮吧 A 不仅漂亮还很宽敞 B 欢迎你到我办公室做客 请判断一下 这间办公室很大 好 今天的中国语听力训练 到此为止 下次再见